大家好,又係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之前打火鍋剩下半隻冰鮮雞 家裏有什麼材料呢? 半隻冰鮮雞,有些雲耳和雪耳 家裏有冬菇,隨時搭一點 還有松草花,把所有材料浸進去 這類型的雲耳有幾個品種 有些質量比較好,叫貓耳朵 很爽身,我們選擇也是,看看它夠不夠乾 有沒有濕過,有沒有發過毛的跡象 聽到聲音,全部都是爽身的 這些雪耳,我們都是買一些較為完整,大隻那些比較好的 這隻我之前做的,只剩下半隻,我就做了 還有一些圓過的波,那些用來熬齋湯也是不錯的 第一步是用水浸30分鐘 先做這些,我不建議大家 一開始就用一些滾水,滾去,浸去 凡是浸法這些基本技巧,我們都一定要用冷水浸開 為什麼說,如果你硬碰碰,倒些滾水下去 不單止做不到浸法的效果 還有,熱水還要鎖住一些菇菌類,那些不好的味道 你還吃了在裡面 那我就拿了一些蟲草花 這些蟲草花的味道也是相當濃郁的 有時候賀年送禮,有些送禮佳品就用來烹調做 煲湯也可以 這類的乾品蟲草花,都是看一些色澤 條條都 都是金剛油潤,又沒有什麼潮濕的跡象,都是相當好的 我們處理都很簡單,都是同一個烹調方法,都是浸開它 然後半隻冰鮮雞,我們在煮之前,一晚就放到四個度的蔬菜架,放到軟身為止 雖然它說放到軟身,畢竟它都是在冰箱 我們就放一點水,放一茶匙鹽 然後把它放進去,輕輕攪拌均勻,讓鹽溶溶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雞 開雞,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我們盡量在關節的位置 這樣就很容易開到,我可以開到這位置,咬一咬它,咬一咬它,那你就落到 做這些蒸雞,我也不建議大家,斬得太細舊的 開了一翅之後,我們在雞腿這個位置,我們就輕輕割破雞皮 割破雞皮之後,在這裏落一刀,按一下就可以了 很輕易就把雞腿割出來,我們就在雞胸和雞背上落一刀 開了之後,也是很簡單的,首先我們處理雞背這些位置 我們就盡量用刀背,刀尾在這裏,一下一下這樣落 這樣就不要斬得太細舊 如果不過刀,就斬一斬,雞尾這些位置不要要 隨便放一些淡鹽水,針板如果有少少血水,紅色那些,我們就刮一刮 處理雞胸這個位置,我們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一下一下一下這樣落,雞尾這些不要要,雞腿也是一樣 缺斷一點,一下一下這樣落,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先浸它十幾二十分鐘 用淡鹽水浸它的作用,都是希望把雞曾經入過冰櫃的雪味 就逼一逼它出來 其他配料相對簡單,我們就準備兩棵蔥,一棵芫荽 最重要,都是要有薑片 去到蔥頭,芫荽頭你不要丟掉它,留在芫荽頭一起蒸會更加香 現在把所有材料浸一浸 當所有材料約浸了差不多大半個小時 大家都看到,我拿了很少時間,看現在浸出來有多少 哇,真是 現在我們先處理這些,雞的食物 經過大半個小時,看到嗎?鹽水的威力 我們先不要管這些雞,我們先處理這個 我們就用刺刺的方式 先刺刺 底下的水就全部不要要了,大家看到嗎?很髒 好嗎? 接著我們就換水,再放進去,再浸一浸 如是者,這個步驟就做兩三次吧 雪耳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把底部做出來 我自己的習慣就把它削掉 然後... 這個底部就不要熱 這些就把它削掉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洗一洗它 過去兩三次水 這樣洗了三四次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燒點水 放進去 拖一拖水 這樣拖水的目的 都是等它一些... 例如菇菌類,一些不好的味道 風乾過程當中也會有風乾劑 我們浸完之後再拖一拖水 把所有不好的味道都拖出來 然後再清洗一次 當它一滾起,我們就可以撈起它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做這類型的菌類 會有些噴味 在這裏 你不就沒有做這個步驟 撈起它之後,我們隨即把它沖水 把不好的味道沖走 然後就把它瀝水備用 有時候浸發這些 這樣做多一點 翌日有些什麼烹調就可以用得著 煮一下齋,煮一下其他東西 那些菇菌類,我們先放在一邊瀝水 做好菇菌類,你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然後再處理這一半 你釋除雞的雪味 也是將近七八成 成功七八成 因為你沒有雪味,沒有鴨味 其實你加少許的味道蒸下去 就已經很棒了 然後我們就洗三四次 洗乾淨的血水 洗了四五次之後 就將它瀝水 在中間就給它一個洞 讓它瀝得透切一點 在瀝緊之際,就切薑蔥 蔥白的部分 我們就盡量把它拌入雞裡 綠色的部分,蒸圓米 灑在上面 然後到薑 薑我們多一點也不要緊 我們先把它切一邊 如果大家在外面切斜片的薑片 可以用一下醃劑人士的方法 全部切斜片 配料準備好 現在就處理雞了 已經停了一段時間 我們還未夠的 我們還是要用廚房紙 抹至乾身 然後把醃劑拿出來 把它抹乾淨 做這個蒸雞 薑和酒很重要 醃要放到差不多2湯匙 加少許胡椒粉 然後鹹味的來源 加鹽 鹽就放到半茶匙 鮮味的來源 來自生抽 約一個湯匙 除了生抽,也要放到一個湯匙的蠔油 然後用半茶匙的生粉 蒸雞不要放太多生粉,半茶匙就差不多了 把所有醃料均勻地攪拌均勻 約30秒左右,到最後,放1茶匙生油 把醃料的油封一封,讓雞子蒸出來就會變滑 最後,把薑蔥和芫荽頭全部倒進去 讓薑蔥的味道放進去 雞醃好之後,拿蟲草花和芫荽 把薑蔥的味道放進去,讓它吸收鼻子 讓它隔一格,蒸出來就會變好 把薑蔥放在底部 把所有的雞鋪鋪上,就可以了 均勻地鋪好之後,將它放一點位置 想做這雞的味道更加有趣 放在臘腸上面,把它切開一片片 讓臘腸的油份,滲一下雞 薄薄的一片就可以了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之後 這邊就把火關掉 把水燒熱 把水滾放進去蒸 約蒸8分鐘 現在約蒸8分鐘 我們先看看什麼環境 我們找一些最大塊的 看看底部 看看色出來的汁液是否透明 如果全部透明就已經熟透了 因為這些雞是很快熟的 放一點芫荽、蔥 捲絲就可以了 蟲草花、雲耳、雪耳、蒸雞 就完成了 下漏了一樣東西 冬菇 冬菇是用來做其他食材 所以沒用 如果有冬菇就加少了冬菇 簡單而好吃的 用幾種不同類型的配搭 蟲草花、臘腸、雞 雞、雲耳、雲耳的味道 很棒 喜歡吃蒸雞的網友就按讚 我星星 喜歡吃蟲草花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的 麻煩這個頻道會員繼續吹水 我先吃飯 下支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